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普通的人在进入寺庙的时候一般都是会跪拜 这就让人产生了一个好奇 那就是皇帝进入寺庙的时候需要跪拜吗 而历史上就曾有一皇帝问这个问题 寺庙的人差点则是全被处死 这件事就发生了明朝时期 而这位皇帝就是咱们的太祖皇帝 朱元璋这个人也是一个狠人 尤其是对待官员的时候更是毫不留情 虽说很多人说他太过凶残 但是不可否认他对百姓却很是呵护 也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之前的时候也是一位贫苦百姓 而且很早的时候为了能够生存下来 更是曾当过和尘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他当上皇帝之后对这方面也是比较忌讳的 曾经有不少的大臣因为提及这件事而被处罚 而朱元璋的小舅子更是因为这差调被处死 幸亏他小舅子足够聪明 虽说这是比较忌讳的事情 但是那个时候佛教影响比较大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佛教 对于维护统治很是重要 正因为如此 朱元璋才对佛教算是格外的照顾 话说有一次的时候 朱元璋路过一座寺庙 见到很多的百姓进寺庙会拜 也许是看到了寺庙 勾起了自己的一些回忆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朱元璋就准备去寺庙去看一下 而当时朱元璋已经是当朝皇帝 身边也是跟了不少的大臣 朱元璋走到大雄宝殿前 看到一群百姓前程跪拜 这个时候寺庙的方丈刚好听说皇帝赶来 于是赶紧匆匆前来拜见皇帝 生怕代骂了当朝皇帝 而方丈见到朱元璋 简单的行礼之后 朱元璋就问这位方丈 世人都贵拜佛祝 那朕需要贵吗 方丈一听这话 顿时冷汗直冒 这个问题是真的不简单 如果回答不好 就有可 能给全寺的人带来灾难 然而这个方丈能够做到方丈 脑袋也是十分的灵活 略一思考就回答道 不需要贵 朱元璋又接着问 为何不需要贵 方丈接着说 佛祖可是过去佛 而陛下您是现在的佛 自然不需要跪拜 朱元璋一听 很是高兴 于是便哈哈大笑 拂袖而去 而朱元璋走后 方丈后背已经是石头 幸亏方丈足够机智 如果回答错误 那么这必将对寺庙来说 是一场灾难 由此可见 有的时候 人的智慧也是很重要的 多吃几年的饭 毕竟是好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